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是CCC 然后这个视频会攻击到很多很多人 但是呢,我收购了你知道吗 我收购了这些垃圾评论 所以今天呢,是7个所有up主最讨厌的评论 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不想做这个视频的 因为我们观众和播客都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对不对,大家都互相爱大家呀 对不对,观众我喜欢你 感谢观众每天看我的视频 给我这么多订阅数,给我这么多不忘数 让这个能成为我的工作 为什么要说这些,我讨厌你这种话呢 是不是,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 评论对于up主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个人的经验 OK,我做视频差不多快五年了 然后这五年之间呢 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评论 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入志评论 比如说我以前做MC视频的时候 我玩我的世界那款游戏的时候 很多看这种视频的人都是小学生 我会收到很多CC你超级子民 CC这个视频子民做过了 这种类型的评论 那一段时期呢,我每天都会非常生气 OK 每天都会十分十分的想弄死发这些评论的人 但是呢,有一天终于我开始不做MC视频了 所以我以为 我以为 这种评论应该再也不会有了 我再也不会收到入志评论 但是不,我错了 作为UP主呢 我们每天都会花在这个视频网站上面 每天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们都会去看评论 所以作为UP主呢 我们看视线的角度和观众完全的不一样 你们可能有些时候看到一些评论 看到一些梗 会觉得哈哈,这个东西真好笑 但是我们作为UP主 一句话可能已经看了五百多遍了 我们也知道观众在B站上面发评论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上热评 可能有些观众是真的有一些话想说 但是大多数观众都是想上热评 就像一群狗一样你知道吗 我今天没有事情做 我要干什么呢 哇,CC更新了一个视频 我来看一下视频 我没看 我来看看 我发什么才能上热评呢 我要怎么样才让人注意到我呢 我看标题 标题上面写的是淳于挑战 我知道了 下期视频 淳于挑战竟然上我视频 我真是个天才 我真是个天才 我怎么这么聪明 哇,我太倒笑了 肯定能上热评了 OK,废话我们说太多了 这里是七个我们最讨厌的评论 第一种类型 抢楼评论 我的天哪 这个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弱智的评论类型 你知道吗 真的 从说自己是多少楼开始也好 还是什么关上叉叉叉楼的大门 还是什么抢250楼 我的天哪 我看了这种评论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脑子里面 在不断的被癌细胞入侵 OK,每一个评论就是一个癌细胞进入我的脑袋 第一楼 第二楼 第三楼 第四楼 关上100楼的大门 哇,我是250 249 250 251 你知道吗 如果是视频刚出来差不多 10分钟 对不对 然后你发什么 前三分钟 前两分钟 我们可以理解 OK 我们可以理解 我是 我今天终于发现了一个新视频 而且还是两分钟之前 我要评论 纪念一下 或者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理解 OK 我们真的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视频 出来了五天 然后呢 你还在那里记数字的楼层 哇 兄弟 自杀吧 一般抢楼呢 都是想上一下热评 OK 但是这种人是最弱智的 你知道吗 因为抢楼里 你直接写一个数字 除非你是第一楼 你很难直接用一个数字 就去上热评 所以这种人呢 基本上就是 自己脑子里都没有想过 自己要怎么上热评 这些人是智障 OK 所以我们到第二种 我们最讨厌的评论 可能这个评论 只有我这种播客 讨厌 OK 女装 我最讨厌 任何关于 女装的评论 女装评论有两种 OK 首先第一种 是那种说 如果我这个评论 到了多少多少赞 我就要去女装 对于这些观众 我想和你说 没有人在乎你 还有就是那些说 奥姆主 你怎么不穿女装呢 奥姆主 什么时候穿女装 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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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姆主 你要穿女装的话 我就给你投一笔 我就给你充电 然后这种评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很多人去赞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女装这种东西 已经过气了 OK 这种东西 你就应该让它走 OK 从2010年开始 我们网上就有很多梗 从神马都是浮云 到原方你怎么看 女装这个梗 已经活了太久太久太久了 我们应该让它走了 OK 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梗 它已经过气了呢 当各种公司机构 都开始用女装这个东西 来博取注意力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OK 女装这个词被商业化了 再见 OK 没有人应该再去穿女装 再去博取眼球 但是不不不不不 现在还是在所有网站上面 所有人都觉得 你知道吗 今天我要怎么 让我更火呢 啊 我想到那个原创的主意 我要穿女装 你知道吗 我非常期待 女装这个梗 去世的时候 真的 我已经 我等不及那一天的到来 第三种 我们最常的评论 OK M M 我的天哪 我 关于M这个东西 OK 我已经做过一个视频了 但是关键不是 你用M这个词 用的不对 关键是 你为什么要发一个评论 什么都不说 就说一个M呢 你想象一下我 OK 从我的角度来想象一下 我做一个视频 可能拍要拍一两天 OK 剪辑视频 可能一共时间加起来 要二十多个小时 所以你写剧本 写了好几天 你拍了好几天 你剪了好几天 你终于上出来这个视频 等着大家的评论 等着大家的表扬 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M 你知道吗 心里五百头草利马 在里面奔过 OK 真的 你想象一下 OK 比如说你现在去个约会 你和你一个幸运的女孩子 出去 OK 然后呢 那个女孩子 花了很多时间化妆 OK 因为她可能也比较喜欢你 对不对 她弄了什么眼影 应该什么的 随便女生做什么东西 对不对 粉底也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 花了两个小时妆 头发弄好了 什么都弄好了 走到你面前 看到了你 然后你一句话就是 M 我的天哪兄弟 那个时候 你真的就是 很想打他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想打他 但这个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忍了 OK 这个我们也可以忍了 第四个 是我最他妈 最他妈不能忍的 评论 OK 你给我气了 我的天哪 这个评论 就接着我们那个和女生 约会那个例子 OK 如果你见到一个女生 她花了两个小时妆 然后你说 M 让这个女生很想打你的话 想象这个女生 花完两个小时妆 然后你走上去 然后和她说 你变丑了 兄弟 你要有多自闭 才能说出这种话 关键是有一两个人说 你给我气了 也就算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的一些视频 的确播放数 没有其他视频多 然后你说一下这些话 我们也能意识到 可能这个视频 不是那么好笑 不是什么好看 对不对 可能有些地方 做的不是什么好 怎么好 什么好 我的天哪 我以为 不是怎么好 OK 然后你说了 然后你说一句 你给我气了 可能是一个 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 说 这个视频没有很多播放数 OK 我们可以接受 你知道吗 我们作为播客 脸皮都厚了要死 你知道吗 我们不会在乎这种事情 但是我发现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观众 开始说 我过气了的时候 其他观众 他们在家里看视频 然后他们会说 我想不到今天要评论什么 我想不到今天要怎么上这个屏 我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 他们都说你过气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要做什么 我也要接着说你过气了 所以整个评论呢 就是你过气了 你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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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兄弟 OK 没有任何一个播客 想看到评论里面 都是你过气了 OK 而且很多时候 一个视频播放数不多 完全不是因为视频不好看 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 就比如说 前几天 我半夜发布了一个视频 OK 半夜两点钟发布了一个视频 其实我是北京时间七点上传的 但是他十一点上传完毕 审核完之后 已经两点发布了 对不对 所以两点发布的视频 肯定不放数 没有其他视频多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 我过气了 OK 这个就代表 我发布的时间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说 我过气了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 敬轻繁殖的弱智 关于这个过气梗呢 我还想说很多 OK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听懂了 OK 所以我们到第五个 我们最讨厌的评论 是各种 各种垃圾梗 OK 这个是所有评论区里面 出现最多的东西 就是梗 OK 梗分很多种 一个是针对 up主的梗 OK 比如说我的视频 围绕我的视频呢 有很多梗 比如说什么 我来看一下 我都记下来了 OK 下期视频 谁是谁 竟然上我视频 OK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找一下 这个梗的来源 OK 这个都是快一年前的事情了 快一年前的事情 今天还在评论区里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还是能每次都上热评 每次都会有人去赞 第二个 小心我龙哥打了你的狗腿 这都已经半年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还有人赞这个东西 第三个 谁谁谁打广告 是否良心 同样的 快一年过去了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OK 因为其他东西我吐槽 都是有一些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但是这种评论 我根本不能去理解它 因为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每个视频50%都是这种评论 为什么还会有观众 去赞这种评论 我完全都不能理解 我都不知道该去怎么 说这个问题 那么这种评论呢 是垃圾的 针对up主的梗 其他还有很多梗 我们把它叫成 全狗梗 比如说 查查查的微博 已经找到了 at 代代大师兄 还有就是 狗 OK 我承认一开始 这个梗很好笑 OK 然后我也能承认 每一次我说狗这个词的时候 你们在弹幕里面说狗 也很好玩 OK 但是有些时候 完全没有必要 你们就发狗这个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赞这些评论的人 是在想什么 真的 让它走 OK 让这个和女装 这个梗 一起进入坟墓 我们不需要它了 是时候找其他梗了 OK 真的 让它们走吧 它们老了 它们想休息了 第三个 这种全局梗 就是 哇 游戏局播客 来做生活区视频了 哇 生活区的耻辱 游戏区的耻辱 你不是生活区的吗 Shut the fuck up 然后最后呢 最后一种类型的梗 叫做自闭梗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梗 你都需要变通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 下一期视频 某某居然删了我的视频 你要把自己 想要的词 带到这个某某里面 对不对 那么自闭梗呢 你什么都不要做 只先复制一段话 然后放进去 比如说 我玩绝地求人 那个游戏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 相同的评论 我看到了多少遍 你不能上热评的兄弟 你上热评 也改变不了 你在学校里面 没有朋友的事实 OK 真的 如果你没有任何 好评论的事情 这里是一个主意 不要评论 OK第六个 第六个不是一个评论 而且这个也是 我个人不喜欢的东西 应该不是其他up主 都不喜欢的东西 是演表情 OK 不是演表情 单独放出来 并不这么讨厌 但是当你说一句 很讨人厌的话的时候 然后你再加个演表情 我想弄起你这个心情 就上升了差不多500% OK 比如说 你过气了 关上300楼的大门 你妈死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最讨厌评论 任何 任何时候 一个视频里面 有两个男的出现的时候 OK 或者任何一个时候 一个男播客 说 我和那个谁 要去一个地方 或者今天 我去见了另一个男的 但我里面 和评论里面 总会有这些 哲学相关的东西 你知道好笑 它的核心是什么吗 就是当一些 和期待不符合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些事情 才会变得非常滑稽 对 我说了滑稽两个字 我的天啊 我应该自杀 但是当每一次 视频里面出现两个男的时候 你就要发哲学这个梗 这个事情很快很快的 就变得 一点的都不好笑 有些时候都让我觉得 我都不应该说 任何和其他男的的事情 播客就不应该有任何朋友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每次 有一个朋友的时候 比如说我和水智也好 比如说水智和中国布也好 比如说中国布和允星和也好 对不对 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 总会说 啊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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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G 啊Van 啊Deep Dark Fantasy 啊成学 啊我真他妈搞笑 真的兄弟 我从小长大起来 我最讨厌的就是妇女 OK 我在初中 我最讨厌的就是妇女 真的 我 如果你喜欢 看男的和男的在一起 OK 如果你是个妇女 OK 没问题 但是 我最讨厌 特别是在初中的时候 我最讨厌就是 我和一个男同学 住在一起 讨论什么客气的时候 就会有女的说 哦 他们是一对 哦 他们是一对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看了 太可爱了 哦 你知道我是个妇女吗 你知道我是个妇女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人 但是我 真的 这个梗 你们也可以让他走了吗 OK 让他和女装和神马都是浮云 和圆芳你怎么看 一起走了 OK 够了 够了 Fuck OK 这个是我的看法 可能我的看法 和很多人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 点个推荐 点个硬币 点个收藏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别忘了偷一个硬币 然后取消个订阅 还是怎么样 没人在乎你知道吗 在评论区里面 留下你的想法 我是不会读的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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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